暑假加上暴富性消费花莲涌入大量人潮 人多消费多居然出现了花莲市公正街上两家知名的包子店 没有包子可以卖的情形 7月20号这一天两家包子店是开店的 不过店员都忙着赶工作包子没有办法现场卖 不止远道而来的游客表示失望 连在地花莲人都说没有遇过这种情形 暑假加上暴富性消费 观光盛地的花莲涌入爆量人潮 许多店都客满了 其中知名的公正街两家包子店 第一次出现了没有包子可以卖的现象 7月20号这一天两家包子店虽然是开着 不过顾客上门却买不到包子 因为这些员工是来赶工作包子的 没有办法现场卖 游客比往年都多 因为今年的游客都没有出国 都在国内云的 大概身家的成数大概多 身家大概有多一倍出来 有特殊的贵费 跟往年的暑假比起来 差很多啊 差蛮多的 所以我们就有点动不应求 所以手都还是不停地一直去包 只是说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是手工的 所以我们没办法 可能就是卖多倒算多倒算 那现在这个订单就是来的没办法买 是不是有部分的订单其实也就是饭店那边也跟 闯不认说都订不到这样 可能因为我们都比较注重于现场的客人 所以我们饭店也比较疏忽到 所以我们现在赶给饭店 所以来现场的客人可能这几天跟他们说 也要抱歉 也要说先抱歉 许多慕名而来排队的游客 明明看到店开的却不能购买 显得很失望 就对啊来吃的 这两家都问了吗 对啊 刚刚那边也是说休息的 都看很多东西 可是买不到 买不到啊 会觉得暑假真的是太多人了 对啊 车多人 都是人 都是人 OK 两家包子店同时开店公修的状况 让在地的花莲人也感到很惊奇 白购买了 以前都在台北就买了 有啊 因为现在生意比较好买不到 感觉比较麻烦 明天再来啊 明天再来啊 只能明天再来啊 对啊 因为他生意太好 生意好啊 感不错 好啊 难得 煮价啊 对啊 难得啊 以前有遇过买不到的吗 没有 往过去都没有啊 7月21号 周家针脚公正店会恢复现场贩售 而公正包子店则是要到7月25号 才可以开始现场贩售 这旅会幻视报导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